在广州亚运会上 中国军团以199枚金牌的优异成绩再次称霸亚洲 许多90后的年轻小将在亚运会上的强势表现 让人对两年后的伦敦奥运会有了更多的期待 在亚运会十大新兴评选榜中 勇坛小将孙杨更是被寄予了厚望 在亚运会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 孙杨丽娅条泰环和张琳以14分35秒43的成绩 勇夺金牌 19岁的小将孙杨不仅打破了张琳保持的亚洲记录 而且比澳大利亚传奇名将哈克特 在2001年创造的世界记录也只慢了0.87秒 孙杨在亚运会上的迅速崛起 让人看到了中国泳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年龄只有19岁 身高已达到1米97 因为出众的身体条件 孙杨被誉为中国版的菲尔普斯 从各方从滑水吧 可能跟上面较矮一点 他从2006年起开始站露头角 拿过全国锦标赛冠军成运会冠军 北京奥运会上孙杨参加了400米1500米自由泳和4成200米自由泳接力三个项目 但战绩并不理想 除了1500米自由泳杀入决赛 并以15分05秒12获得第八万 其余两项都未能挤身决赛 不过首次参加奥运大赛 依然让孙杨收获颇风 不仅在于与高手同场竞技 更为关键的是 有效地促进技战术水平的提高 同时积累了大赛经验 在男子自由泳这个项目上 因为世界冠军张霖和奥运冠军朴泰桓的存在 人们关注的焦点大多聚焦在张霖和朴泰桓的两虎相争上 孙杨只能栖身在这两位强大对手的引领下 本期奥运会 孙杨和张霖报名的项目都是200米自由泳 400米自由泳 1500米自由泳 和男子4成200米自由泳接力 结果孙杨不仅在自己副项200米自由泳 和400米自由泳上两次战胜张霖 而且在这两个项目中 都是以微弱差距不敌朴泰桓 屈居亚军 在1500米自由泳中 孙杨更是以绝对优势甩开对手 成功登顶 在称霸亚洲之后 孙杨已经把目标瞄准了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 压运会在我的计划表中 只是冲刺伦敦奥运会的锻炼 一切在伦敦奥运会上渐分享 本届压运会 外界将朴章争霸的话题吵得沸沸扬扬 但在比赛中 孙杨却是唯一一个给朴泰桓制造压力的人 凭借在广州亚运会上的上家表现 这名19岁的小将有望在伦敦奥运会上 与张玲一起构成中国队在男子自由泳项目上的双保险 随着菲尔普斯将重点放在短持项目上 中国队要在伦敦奥运会上拿下男子自由泳的金牌 主要的对手调态缓了 从本次比赛不难看出 比赛胜负双方各占一半 只要中国队的这两位选手继续延续着广州亚运会的表现 拿下精彩也并非难事 接下来请各位观赏 围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伸手向前